自由共和国 于杰斜县人不如诸与多南新邦 于杰斜县旅美华裔人权作家 四川汶川大地震13周年之际 成都郊区的建川博物馆在新浪微博发消息 指诸坚强已进入弥留状态 旨在虚余 在13年前的汶川地震中 四川彭州市龙门山镇团山村村民万兴名家的一头大肥猪 正后被埋在废墟下36天后奇迹生还 之后被民营企业家凡建川创建的建川博物馆买下 取名为朱坚强 朱坚强被选为2008感动中国十大动物 甚至被吹捧为弘扬阵能量的吉祥物 如今在朱坚强弥留的消息传出后 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中国官媒广泛报道 活下来的朱成了新闻 死去的孩子永远成不了新闻 当年因豆腐扎功成而遇难的数以千计的学生们 早已被官媒和爱国民众们彻底忘却 记得他们的英容笑貌的只剩下他们的父母 多年来 若干家长坚持维权 希望追究豆腐扎功成导致学生遇难的责任 为子女讨回公道 却持续受到官方的监控与威逼 据香港电台报道 其中一名家长鲁碧玉 因坚持为死去的孩子讨公道 被捕、被拘留打50次 另一名死难学生家长周新荣 至今无法走出丧子之痛 更多次被关押、断送健康 无法用试管婴儿再生育 左眼已近乎失明 亦无能力收养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 当初在地震灾区提携多男星帮四个字的前总理温家宝 在澳门发表文章纪念母亲 将自己塑造成追求公平正义的勇士 还得到不少公知的追捧 温家宝大概忘记了他当年面对遇难学生父母时 发出的豪言状语 一定要追查豆腐扎工程中的腐败 追究责任人后来 没有一个地方官员和建筑商被追查 治罪 在这个人不如猪的国家 多男星帮的真实含义是 灾难永远都只降临在低端人口身上 温家宝的孩子包括其老母亲的账户上 却拥有如同飞来风般的金山银山 你的多男星帮就是他的富可敌国 只要集权体制一天不变 冤死的孩子就层出不穷 成都49中学生罪亡事件持续发酵 在城华区教育局发布调查结果声明排除刑事案件 学生罪亡系个人行为后 其母亲鲁女士发为薄称不认同调查结果 坚持继续追究真相 为什么上午送到学校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 下午收到的就是一个骨灰盒 有一些家长和民众聚集在学校门口 高举白花 齐声喊出真相的口号 然而 官方账号at四川网警巡查执法 四川省公安厅网路安全保卫总队官方微博 发出一条警惕颜色革命的微博 暗示成都49中学生罪亡事件背后有境外势力的介入 即便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早已关闭 但境外势力永远是中共转移矛盾焦点 抹黑民间抗议时屡试不爽的杀手锏 邓小平就将1989年的学生运动定位 为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 所以大开杀戒时心安理得